老师好 大家好 头上插根筷子干什么 人家不是说我像兵马俑吗 我不是长男人的脸 你这样可不好做人家媳妇 谁找你啊 你傻呵呵的 我老公可帅了 而且特别的帅 您有曲纬 我觉得差不多 天哪 真的 不谢老师 你一直是这个性格吗 是 我的性格比较大 脸有点像爷们 我介绍一下 对 还没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老师好 我叫王岳芳 我29岁了 然后我是河南新乡的媳妇 安阳华县白道口的闺女 然后我老公是城市了 我们家是农村了 今天有幸福心愿 有 来 上行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跟老公 写一首他自己的歌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因为从我们两个一结婚 就是我比较傻 但我老公他属于就那种 可爱掏心的那种 他本身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 那可不嘛 找一个没心没肺的 肯定自己要操心呢 对吧 其实他可渴望有一个舞台了 然后呢 我就可想给他写一首歌 你会唱歌吗 我会唱 要不人家叫我兵马勇歌后了 哦 你叫兵马勇歌后啊 对啊 那你三首我听一下 那就唱一个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 那可高调高啊 来 直接进入副个部分 你给我安慰 我不知颓废 你宽容慈悲 我能坚持勾飞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老师 你这么能唱 你说你老公比你还能唱 真的 我通俗就跟他学 我原来大学时候唱名歌了 所以你其实 你老公现在是干什么 嗯 现在做培训教育 所以其实你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心愿 是希望 真正有唱歌才华的丈夫 能够有一盏歌后的机会 对 你老公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乌玉正 我都叫他正哥 来 有请正哥 确实很帅 你好 老师好 你可算来了 管管你们家那傻媳妇 安慰哥 你哪找的这么一奇葩媳妇 他找的我 还是我想嘛 那时候不是我从农村出来嘛 家里也比较贫困 然后呢 我是在他们那儿上学 叫河南师范大学 学着唱歌 就是声乐专业唱的名歌 然后有琴工剪协 然后我就出去晚上会接个歌的活 就是那种路演 然后有一次就是唱完太晚了 然后我晚上回去 我就打出租车 然后打出租车就打到他了 他是低歌 对 然后上了车之后了 不是快到俺学校了吗 他就扭连 然后娘到了五块钱 他就扭连 我一看 看似乱 那种感觉 你能不能不那么色呀 然后呢 你给钱了吗 那个没给 我知道你肯定没给 是吧 当时他就耍了一剂 其实是有钱的 但是就为了要我电话号码 你不给我 我就补下这车 当时我也不能就 因为这事一直拖着 我不去做生意也不好 那就把电话给他了 我第二天我能跟他打电话 他打 喂 四哥不是也做天 那个没给你欠那个 我说你啥时候有空了 叫我把钱给你送过去 然后他说 哦 那不用了 不用了 他觉得可不容易 他说你才不容易 惹不上级就躲你吧 我一想就不要 不行呀 就不要 我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然后 我都之后一直打 一天将近 打个二三十个电话 你不管啊 烦死了 他打电话没别的事 就是你在干嘛呢 其实借口是给我 这个车费的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吧 我就就为这五块钱 再从那么大老远跑销去 拿这五块钱 还不如浪费的油钱 隔了又两礼拜了 他给我回电话了 喂 看 你我难胜 我说喂 他说 我快到小澳门口了 然后你出来给我送钱吧 然后我就竟然请示 最漂亮一个女孩的 像老是这么好看 一个女孩的裙子 还是个带花的 登个绿色的高跟鞋 真高 我都 花枝招展就出去了 当时那个情景 就是我们看那个少年足球里面 那个赵薇 就画了一张脸 他这个脸型也是那种方方的 然后你发的那眉毛 就好特别粗的那种 你有感觉吗 那吓我一跳 但是我就一下给震住了 然后他去上车 我就愣了有三百秒钟 我说 当时感觉就是 这肯定是专门为我精心制造了一番 我说咱不能特别伤他 说两句话就是 把钱给了 然后他就说 塞哥 那咱中午一会儿吃个饭呗 敢跟他吃饭 吃就吃吧 是我强烈要求了 就不明白 你怎么就把他给收了 当时就没想 就吃完饭 我就速战速决 吃完买单走人 是我收的他老师 我以为他为民除害了 你后来怎么被收的 后来然后就 他就走就再也不接我电话了 然后有一天 我在学校正隔寝室了 然后我就见他开个摩托车 就到学校了 接个女孩 接个女生 谁 你的女朋友 她是她表妹的 正好 我老给他出头 然后我就问一顿哥 他家跟着助理 然后他就跟我说 在荣小路 然后我一听 我都直接出去了 到他家门口开始蹲 就没化妆 没有 进门了吗 不知道家是哪个屋 我就在他们院门口蹲 喊呗 不敢吗 你毕竟是女孩了 你还知道你是个女孩了 不容易 然后蹲了 有一个礼拜 我就见他 就背个包 领个包 挨尖挨就出来了 我都赶紧 跑过去 我说塞哥 你回去打电话 你拿不及了 然后他就说 背包就走了 也没答应 就走了 那后来没法了 坚持不懈呗 通过他表妹 就跟他当成朋友了 一年半之后 差不多 他周边的朋友们 突然都跟我玩了 他就是跟我妹妹 拉进关系之后 踏入我的生活圈 然后跟我的朋友啊 我的亲戚们 都被他给附了 然后呢 我我就约在出来 在学校那后头 然后我说 曾哥呀 你看你也知道 我可喜欢你 你不能一直这样 吊着我呀 就是说 你要不你都别跟我玩了 就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他说了三个事 第一 我对象是 必须得是 白 我那种可黑了 又瘦又黑 第二就是腿得直 我的腿不直 然后呢 他就说 第三就是 不能是学音乐的 唱歌呀 跳舞不要 你还明明是个学音乐 对 还是唱歌的 我直接一听 头都蒙了 然后我说 那行吧 还笑着 那还是朋友 然后我就走了 走了 我正好在学校 河南 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 我拿了第一名 第二天就去郑州 就去做会演了 大概演到第四天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安香你了 给我该了 都说了个这 对 这是真的 就是当时觉得 你一直拖着人家不答应 这会儿你反过来说我想你了 其实不是当时是拖着他 就是当时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 就在一起一直吃喝玩的 就这种的 然后后来吧 他对我表表完之后呢 我那三点 确实不是因为他做的那三点 当时因为我也特别的黑 我个子也不高 为什么不能是学音乐的呢 前两点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之前坐过出车 修三轮车 餐厅服务员 搞过运输这些我都做过 然后做完之后呢 觉得我自己 还是喜欢音乐这些东西 我就去走穴去了 走穴呢 我觉得这个走穴 有某些小团的小的一个氛围 它的那种感觉不太好 我就觉得我要找老婆 不能找统号 搞文艺的这种 但是那女孩呢 你觉得他已经在拒绝你了 你转身离开他那一瞬间 你在想啥 难受 我就是当时都想晕倒 然后我那几天都车不下去 饭牛一车就吐 那你这么一个死缠烂打的 你最后竟然就他说了三个不 然后你就转身离开了 默默地离开了 我跟你说你情伤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如果你当时不是这样做的 反倒再死缠烂打 一哭二闹三上吊 所以这已经被玩死了 已经快被玩死了 所以马上第三天就暗想你了 我就进入坟墓了 然后呢 说一句暗想你了 就在一起了吗 没有 然后就说完这个短信之后呢 人家他又 我俩好像就互掉角色了 他又开始抓了 他应该是半高调 对对对 就不理我 就短信不回我 打电话也不接 我那时候我心慌了 什么情况 就感觉就是 我一下子 我的世界失落了 周边什么都没有了 感觉特别通过 谁玩谁啊 这是 有这个感觉 我身心有这个感觉 你到底别到 第几天最后接了吗 一天 真长啊 然后呢 说了啥呀 然后我说 我今天晚上就演完了 演完我都回去了 他就接你了 他说他就接我了 你们家喜欢这媳妇吗 特别喜欢我 爸就特别喜欢这媳妇 每天都跟我在洗脑 这女孩子不错呀 性格开朗 虽然长得吧 但是其他的要啥有啥 长得什么 说实话长得什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我见过开朗的 没见过这么开朗的 他特别会火人开心 你知道他今天的心愿吗 他要归为你创作一首歌曲 他给我写歌 倒不是他写 是他求这四个人 叫人帮助你写 说你有天生是唱歌的料 歌喉好比他唱得还好 所以不能埋没了你的才华 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我现在在我们当地 开一所那个艺术培训学校 那你还唱歌吗 这歌的名字 很少唱 我老是跟他说 我叨叨 我说你都不给我唱个歌 行了 别撅嘴 把筷子给我拔下来 把揪给我拆了 拆了 让我们看看你女人的样子 其实我一化妆可好看 行 放好 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快点 我今天给你发狐狸啊 好好唱啊 唱的时候最好单膝跪地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单膝跪地 单膝跪地 给 谢谢 怎么样 没享受过这待遇是吧 没有 你给他做一首歌 是希望他艺术道路能够走得更好 嗯 还是只是希望给他写一首歌 仅此而已 我想让他走得更好 因为我觉得他有那个能力 所以一首歌只是一个说法 如果你没有更多的演艺机会 有类似于这样的渠道可以推荐他 红不红都没有关系的 红不红都没有关系 好吧 你对于你老婆对于你这样的希望 你自己有这个想法没有 没有 我就是想把我之前在音乐生涯里面没有的东西 尽可能的给一些可以想想要的这些人们 四位老师 我能不能修正一下你的梦想 嗯 刚才老公是说 想在你自己这份音乐事业就是帮助别人去承受人的音乐梦想上 对 是在教学对不对 在这一块我们看能不能多一些的资源在帮助你们 对 比如说在你们这份事业上的多一些推广的资源 好 然后呢利用我们达领PP的一些互联网上的资源来推广你们这个 这份爱的事业 太好了 这个事业其实真正不光是能够让那些有音乐梦想的人 能够走得更好 同时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好 好吗 做一些实际的